2003年一部耗资5000万元人民币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 该剧收视率虽然并未成为那一年的收视冠军 但收视群体中本科学历以上观众却超过半数 舆论对该片反响强烈 褒贬不一 剧中六位主要演员中只有一位女性 我也没有想到到60岁的时候 我又能够遇到一部像《走向共和》这样的戏 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我心里又是很胆怯 我这个人吧挺奇怪 我开始我就跟导演讲 我说导演我是一个自信和不自信各参半的一个演员 但是呢我又很喜欢有挑战性的角色 高中毕业他便投身话剧舞台 话剧《雷雨》促成了他一生的姻缘 1984年他从舞台走向了银幕 儿时的旅中爱好广泛 尤其对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 就读《北京女子三中》后 他越发地显现出在文艺方面所具有的天赋 他参加了文学社 而后又成为了文学社社长 那时候我们学校呢就开朗诵会 开古典文学朗诵会 还有苏联文学朗诵会 我在古典文学朗诵会上朗诵了《黛玉藏花》 结果这个呢就让中央广播电台 就给把这个节目要走了 我第一次到电台录音 就录的《黛玉藏花》 应该说比较喜欢文艺吧 那时候我们学校 比如文学社 要开一个什么大型的朗诵会 那时候 因为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 男校女校有时候经常连欢的搞一些活动 我有的时候还画大招贴画 画大招贴画 海报就是海报 所以我走上这个 搞画剧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从小就特别喜好 1958年的一个下午 吕中像往常一样 参加学校组织的表演活动 表现活跃的吕中 被河北省画剧院第一任院长 蔡松林发现了 因为她在学校看到了我的表演 看到了我的一些活动 她就 她说你愿不愿意去 河北省画剧院 她就给我介绍了 河北省画剧院 通过蔡松林的介绍 吕中对革命气息浓郁的河北省画剧院充满了向往 然而她的家人 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家 是因为家里面在有这种 家庭出身不好吗 所以您就觉得要有些革命吗 就参加革命吗 要改换自己 改造自己 为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吗 这些话呀 你们就别录了 吕中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追问 似乎在长久的岁月中 那些难言的隐痛已湮灭消失 但1958年 吕中的确是离开了家 来到了以边缘农村题材画剧 河北省画剧院 河北省画剧院在全国来说是演农民戏 著称的 它有很多戏都是不错的 比如说红旗浦 这红旗浦当时是在全国 今天我们进行的 歌词给人去看 腹崩溜村 我们下谷跟下面的 购物 一大多多 就像这么这么多 这小伙子 我们下谷一大多 我们下谷一大多 来 为何 我我们下谷一大堆 这一大堆 最后一个承受的 希望 我们下谷一大堆 我 这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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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的政策 当时又提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很多比较好的戏 都可以演 就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 有一些大的名著 包括国外的一些名著 什么的 就这个时候 又都演出了 那我在河北省话剧院 属于那个 比较有知识分子气息的 气质的这样一个演员 但是就让我来演 樊一嘛 樊一是话剧 雷宇忠一个重要的悲剧型人物 他病态的思想行为中 贯穿了该剧 几条重要的矛盾主线 据说那个 河北省话剧院就说 吕忠你家在北京 你到北京去 到北京仁义 找一点资料 河北话剧院领导 交给吕忠 到北京仁义 查找雷宇的 相关资料的任务 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这部由曹宇先生 创作的话剧 雷宇 竟然为他牵来一根 因缘红线 我到北京仁义 我就 我就找他们 他们 说你找找这个雷宇 雷宇的这个 舞台监督吧 就是现在我的爱人 我们俩一见面 我看特别眼熟 我看你也特别眼熟 结果我们俩一说 我们俩小学同学 从那以后呢 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一年多以后 我们俩人就结婚了 所以雷宇呢 还是我们俩人 牵线的一个 然而 这对新婚夫妇 却分居异地 吕忠 在河北省话剧院 她的丈夫 吴桂林 在北京仁义 两地 虽然相距不远 但繁忙的演出任务 让他们相见甚难 1973年 党内高层 提出解决 牛郎之女问题 一纸调令 传至河北省话剧院 我在河北省话剧院的时候 我的先生 他就经常到河北省话剧院去探班嘛 就看我 那个时候 我们话剧院的人呢 就说 干脆把你的爱人调来吧 因为那时候北京仁义在全国 那是画剧界的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 大家都很向往 然后我也不例外 我也很向往 后来正好就借着这个 邓小平说 这个解决牛郎之女的问题 正好我就说 那我借着机会 调到北京仁义去吧 北京仁义很快就同意了 文革期间 北京仁义沉寂了许久 似乎脱离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 随着风暴的停息 仁义开始苏醒 73年回到 到了北京仁义 那时候就是 刚刚开始 就是演一些个 主旋律的戏啊 它都是反映这个革命 反映那些高大权的一些英雄人物什么的 但是你就是演这样的戏 我现在想起来 在北京仁义这个舞台上 它也还是按照这个 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去 在舞台上 还没有那种 特别那个让人看了以后 那个 大喊大叫 什么的 没有那样 慢慢的长夜 终于走到了尽头 画剧艺术迎来新的春天 文艺工作者们摆脱了思想的真空 积极的汲取新知 努力的提高自身的文化认知水平 画剧创作 从题材到表现方式 都有了空前的别物 月东的白花 含苞带放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嘛 大家又恢复了很多老戏 而且呢 就是在恢复老戏的过程当中呢 演员各个方面都做了艺术总结 就是把文化大革命以前 仁义所走过的路子 方方面面包括表演 做了一个总结 在北京仁义 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吕中就曾在话剧茶馆中 饰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小太监 到了北京仁义以后呢 没有多长时间就 改革开放了 那么我们就 仁义呢就开始整理一些 传统的剧目 保留剧目 正好这个时候呢 又遇上我们国家的话剧 这个第一次出国 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个 话剧艺术水平 到欧洲去巡演 访问演出 这是茶馆 文化大革命后期 江青特批给一些部门 调看西方电影的权利 让他们了解 欧美导演的最新手法 和技术水平 以提高样板系电影的 制作品质 这些电影 就是内部参考电影 也正是这些电影 让那时的人们 得以窥视 当时的西方文艺思想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有时候很多人就看内参片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跟我爱人两个人 骑着自行车 北京市东南西北城 哪有 一知道了以后 就赶紧骑回去 跑去看 内参电影 一票难求 观看内参电影 也成为一种特权象征 在那个年代 用内参电影票 作为礼品 用以公关 总是会收效甚佳 我们当时看了很多 而且呢 人也有一封 看完里不知不觉 就这些演员 他就会聚到一起 他就会聊 他就会谈 甚至于我们有几个 好朋友的时候 激动的呀 晚上回来睡不着觉 甚至于打个电话 我特别想跟你说 我今天看了什么 什么什么片子 那过来吧 一聊可能就 聊个大半宿的 内参电影 这种观影制度 一直被沿用 直至八十年代末期 而今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足不出户 便可以欣赏到 成千上万的 外国电影 内参电影 悄然谢幕 人们只能在记忆中 追寻那时 它所带来的快悲 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演出完了以后 演出完了以后 很多老演员 滴了一小瓶酒 拿一点吃的 夜宵嘛 因为演出完了以后 大家都很兴奋 不能马上入睡 而且呢 大家要吃一点东西 哎呀 这个时候 我现在什么时候想起来 因为北京人艺有一个 就是说 聊天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一个 课堂 而且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一种形式 北京人艺 拥有大量的优秀演员 吕中在他们身上 不仅学习到了表演的技巧 更感受到了 如何在生活中 去领悟艺术 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 吕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感悟 融合过去打下的表演基础 吕中在表演能力上 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有一天 我在剧院的楼上 从楼上下去 谢阎宁老师从楼下上来 见了我 吕中 今天你的戏特别的对 你就这样演 感觉非常对 非常好 雷宇是曹瑜创作的 第一个艺术生命题 1934年 雷宇一发表 就震惊了文坛 而那时的曹瑜 只有22岁 而后 雷宇在千百个舞台上 曾以多种面膜出现 被不同的演员 饱含深情地演绎着 解图着 吕中 曾在雷宇中 出演过 梵一这个角色 吕中的表演 得到了曹瑜的肯定 等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恢复老戏了 曹瑜先生的职务各方面也都恢复了 曹瑜先生也会 因为这是他的写的剧目 我们每一版他都会特别关心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完了以后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总结的 我们这次出版的这个雷宇啊 茶馆这个舞台艺术 里边都有我们演员的总结 曹瑜先生看了我那个总结以后 他告诉我 你写得很真实吗 告诉我 你写得很真实吗 当时他也 他说你演得挺好 但是我演的时间很短 后来就心系 别的心系上来 1984年 吕中终于涉足影视 其实早在1973年 闪闪的红星挑衅演员的时候 八一场就曾经找过吕中 邀请他扮演潘冬子的母亲 但是北京仁义 没有给吕中放行 仁义呢 要求演员要求很严格 因为舞台本身 他就需要演员有很厚的功底 去站在这个舞台上 直接面对这样那么多的观众 我把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传达 传递给你 那么影视这一块呢 应该说它是个姐妹艺术 但是它却没有像舞台那样的千锤百炼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剧院的领导 不大主张演员 随随便便地就到外面去拍演视 因为怕把演员给毁掉 所以我们这些演员嘛 就是 那个时候北京人 也很少有人出来拍片子 1984年 吕中首次接触了影视 他接演了一部 由国防工委影视部 组织拍摄的电视剧 出色影视的吕中 习惯了舞台表演 站在摄像机前 他还有些不适应 那时候叫国防科工委影视部 他当时就要拍一个电视剧 叫《飞天的歌》 正好里面有一个女主角 是一个飞机制造业的一个工程师 女工程师 后来就去了 第一次拍电视 我也不太懂这个镜头 我也没有这个什么镜头感 一般开始演演演 我是话剧演员 这个动作线肯定是很连贯的 一直就演下去了 当然说你给谁演呐 你都在镜头里头都看不见你了 你已经都跑到镜头外面去 哎呦 真的不好意思 吕中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他幸运地遇见伯乐 幸运地接到了好的剧本 幸运地遇见了众多优秀的导演 而幸运总会降临在他的头上 1999年 吕中接演了走向共和中 慈禧的角色 在他仔细研究剧本之后 便与导演编剧商讨 如何重新演绎这位 已经在人民大众心目中 定型了的历史人物 当时呢我就跟导演呢 有一点分析 我就说导演 我说我是吕中 我能不能不按着 以往的那样的慈禧 那么一朝一世的去演 你是想做什么 不想做什么 我是都不管了的 可这个事是大了点 你起来说话 导演说 因为观众已经承认了 那样的一个形象 你再去演另外一个样子 你观众会不会 不承认他 跳去的 那就叫他康有为吧 小李子 把咱那护法金刚拿来 跟康有为斗动 他就一定还要让我 按照原来的那种模式去演 我当时心里都很 很觉得不舒服 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 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我想 我说我这人身上本来就没威 我这辈子两个小组长也没当过 我怎么知道 坐在一个统治者的位置上 坐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啊 吕中用自己的理解 演绎了人性化的慈禧 这个慈禧 不再是那被严重妖化的独裁者 这全新的解忆 也为广大观众可接受 当然 讨伐之声也随之而来 后来我就开玩笑 我说 也不再演慈禧了 因为什么演得太多了 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因为你排每一部戏 它都有每一个部戏的 这个剧本的基础 另外一个班子 所以一个成功 它不是很简单 你一个人或者一个演员的成功 它都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各方面组成起来的 才构成你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很难就是说 你再碰到一个 因此说 我特别不希望 我自己成为一个慈禧的专业户 而且我也成为不了 因为前面就有那么多的人 演过慈禧 因此我说 我只能说是屡中版本的慈禧 早在1991年 屡中还兼演过一部 由田壮壮指导的电影 《蓝风筝》 出演这部电影的演员 大多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屡中在该剧中扮演了一位房东 我还真忘了杠了你 我们那铺子都合过去了 这不 这老住户都在这 那房租我从这个月就都减了 因为《蓝风筝》后来在香港 在外地吧 就是这个国外 好像也播过 就是上映 放映过 反显度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戏里边的 所有出现的角色 我觉得都 它都挺有 挺有代表性的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 历史时期的一种 特定的一些人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 随着政治的变革 变动 院子里的人的命运也在改变着 我想《蓝风筝》呢 它有它特定的 我个人认为它是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 一个历史特定的原因 因为作为我们国家来说呢 就是说它这个 电影的审核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它是很严格的 所以呢 后来可能就是因为 它拍出来以后呢 就是牵扯到了 可能其他方面的很多的问题 于是呢 就禁言了 《蓝风筝》这部电影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在国内院线一闪即逝 吕中则一直活跃在荧幕上 1995年 他凭借邓颖超和他的妈妈 获得飞天奖 1999年 又凭借电视剧母亲 获得人口文化奖 优秀女演员奖 而今 吕中年遇花奖 对他而言 舞台从未曾落幕 表演艺术的道路 永无止境 作曲 李宗盛 USDT USDC 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 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气理财 每日派息 随存随取 那那可能 年利率低 年利率高达 それ以太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